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贵州的贵阳 这里是贵阳的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地铁口的低出口 这边也是属于贵阳的一个CBD中心商务区 贵阳的整体房价是多少钱一平啊 整体房价六千到七千多 六千到七千多是吧 这个应该也不是属于市中心吧 这边 这边是属于关山湖区 也还算是一个新的市中心咯 相当于是 房价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贵嘛 六千多到七千 刚刚呢 我给大家问了一下这边的房价 因为这边它是属于关山湖区 也是聚集了众多知名金融证券企业 周边也都是高楼林立 虽然没有在市中心 但是这边呢 开发的已经非常的繁华 地铁都是可以直达 刚刚的这个房价六千多到七千多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水平 如果在贵阳市中心的话 我估计均价得一万八以上吧 所以这个房价水平来说真的是比较低了吧 而且这边也确实比较的防华 街头整体的建设环境都是非常的不错 集聚了各种的银行 所以贵阳境线连来的经济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叹不已 我所在的这个金融商务区 它是集聚了四十余栋超高层5A级甲级协制楼组成的 这边还有一些高楼正在这里封顶 还有些在规划建设之中 如果完全建成之后 将会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金融商务中心 所以真的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你看这边的建设真的是非常的气派和宏伟 所以在这边的房价确实是比较的便宜 因为发展始终是一个趋势 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贵阳200米以上的高楼 是位居全国的第十一位 有三十多栋 城建不仅是超过了很多省会城市 你比如说西南地区的云南省的昆明 再到新一线城市的东莞 佛山 都是不及贵阳的城建 当然了 评判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有很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下面我们一起坐上公交车 来看一看贵阳市中心的防华 看看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贵州最具有代表性的贵阳 街面的风景以及城市建设 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气派 贵阳的长住轮口并不是很多 只有488.19万人 来贵阳旅行一个星期 夏天的气候真的是非常的凉爽 如果夏天来这边游玩 确实是一个必俗的好地方 但美中不读的就是贵阳的整体消费水平有点偏高 而且贵阳还在修建一个最高的建筑 521美的文化大厦 所以到时候又一个新的地标 即将震撼我们 而且在2019年1月份啊 贵阳呢也被评为中国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城市 前50强 而且在去年的GDP的发展啊 增速是非常的令人显赫 中算所述呢 贵阳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发展的城市 你像我们熟悉的贵州的茅台 它整的一个市值呢 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水平的发展了 所以这个实力确实是不能小吃 这边应该也是属于差不多市中心了 你看这个人流量也是十分的拥等 楼层呢都是密密麻麻的 贵阳的这个小区秘籍应该是比较出名的 因为它有一个花果园嘛 是亚洲最大的小区 这边就是贵阳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贵阳的双字塔 大家觉得贵阳的整体发展水平怎么样呢 贵阳的双字塔